這個壁刀呢 把它修成是一個平面的 不要輕鬆說 就可以化解 那它這個很棒喔 是小小空間大概很多的一個床樓櫃 對 而且老師 我跟妳講喔 我們的床樓櫃是有那個秘密空間的 秘密走道 我放寫布房間嗎 我放寫布房間啦 真的 因為寫布房間有一個這個 妳看 這個因為當初啊 其實當然窗戶都採光比較好 可是因為床樓 妳看它直接是這樣 爬過去啊 爬牆啊 爬牆啊 真的耶 然後我們就是因為大家都覺得 睡覺的地方不要有窗戶了 所以這邊就是做了床頭把它做起來 這樣是不是很棒 很棒 而且這是很完美的那個化解的方式 對 光照著睡起來 對 只是裡面要清洗一下 有啊 因為沒有在用啦 它其實可以當廚房 其實這個真的很好ID 就去形除上 有時候呢 裝潢的時候 用這個潮濕 妳也不用真的把它疊磚頭 把它裝我房子啊 因為有些人可能可能卡到後續要賣房子 有些人他就喜歡床戶 有時候我們房間就是做了一個板子 對 都可以拆了 那真的很聰明 這樣做法是完全正確的 耶 完全正確 終於我們有正確的 對 甚至說 浪旁邊住現在就住在那裡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太誇張了 等一下 妹的一定要讓 讓姊夫體力不好就好了 沒關係啊 反正這個房子 我們大家也聽到了嘛 反正姊夫的身體也是 對對對 姊夫身體 那我們兩個都體弱多病 其實也沒什麼體力 對 湯老師家有個工房 對 哦 不錯不錯哦 湯老師也單身 湯老師 哇 Sky 湯老師 身體 身體很好 身體很好 他只穿著自身件 蛤 他不體恨 好 五牛肩啊 就是 對 沒關係 我們 我們的關係只能請他喝拿鐵 我們不然去住好地方 我們去住好地方 什麼 摩卡拿鐵 對 我們沒有火鐵 我們只能喝拿鐵 小朋友不小心 試一下滑進去 如果你們兩個 哪天在咖啡店巧遇 記得要大聲招呼 而表面的房間 用了一個偷吃不得高招 竟然沒有將床頭後面的窗戶封死 反而用活動式的隔板 以後要租要賣 拆掉也方便哦 解決完房間風水 接下來 康老師要繼續公佈 十二生肖的流年血光 接下來就是馬羊猴 如果要求馬呢 縫到猴虎龍年 因為這就是犯到白虎 和血刃心 那這幾個年都要特別留意 然後一些南方的地方 要特別注意有沒有煞氣 那羊的話呢 就是縫到雞促蛇年 然後呢 硬醉的方位是西南 猴的話呢 就是狗龍馬年 然後硬醉的方位呢 也是西南方 那其實我是猴嘛 我今年是電馬年 其實我 對 我今天血光不斷了 當作小傷口 是這樣嗎 這也是一種問題 對 所以呢有血光的年 要怎麼化解呢 其實像過年幾天啊 去煎一些也可以 這一年呢 定期的去捐 哦 或者是房間 然後也可以掛 嗯 當然都是行善故事啊 都是個房間 好 這故事平常就該做 對 對 好 那接下來就是看你們主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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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就是你們主務室 對 對 對 我要進去之前 等一下 他這邊呢 他有掛了一幅啊 哦 很特別的畫 對 這個的話 是藏牌佛教裡面的一個 陀螺的演奏 它是代表一個佛堂的意思 對 那佛堂的話 那佛的身口也象徵 那其實呢 如果說像這種陀螺的行奏啊 其實你不要把它掛在房間的這個走到位置 而且這空間不適合 哦 這空間其實很好 因為是佛的本尊嘛 對啊 其實應該把它掛在哪裡呢 把它掛在就是你 就是進門一個 見穿心的地方 把它連著放下來 然後刮那個牆 對 其實我之前是放在那邊 可是因為就是 有時候那個風一動 它就掉下 一直掉下 哦 後來把它修整一下 想說掛著 那會不會是因為這一幅放在這邊的關係 所以阻斷了姊姊跟姊 那個面媚跟姊夫的心態 對 這或許有防術啦 你一定的 你用青年這樣哭啦 對 其實我研究風水很久了 好 好啦 等一下 放在那個藍間進去 我放在門口好了 好 對 接下來是我們主播的是 我一直在跑跑咧 真的耶 欸 因為我們上禮拜才剛從國外回來 所以其實 對 然後 其實她這個房間 我們剛剛講的是 方正耶 而且是從那個金有沒有 對 她說要名財位的位置上嗎 名財位好 對 對 她說要名財位的位置上 所以是名財位來講話 她們本身賺錢能力是沒有問題的 對 對啊 那她這個房間喔 看似方正喔 對 但其實呢還是沒有那種方正喔 對 其實我們這裡還有這個 就是 就是 T櫥 這邊有一個什麼 對 那以前是 她之前是那個 就是比較不方正的陽台 然後她就整個打掉 把外推 然後變成一個 對 這樣整個房間看起來就是比較方正 對 然後你有把這個做成一條門喔 喔 如果沒有做的話 其實以她這個房間來看是不夠方正的 不夠方正來說呢 住在這裡面的人呢 很容易多變 多變就是她思想啊 或情緒啊 是常常起起伏伏的 那如果說是沒有做起來的話 你看她打開之後 對 就發現說 她這一個呢 格局是不夠方正的 那也表示說 住在這房間的夫妻呢 也容易思想上多變 所以她把它做起來 然後室內變成方方真正的人 就可以採官的 真的 太快了 真的太快了 真的太快了 我們房間灰塵 是不是 真的沒有打倒 真的很好 然後她床位也是放得很好嗎 是啊 都在明材味上面 對 而且其實家裡呢 一個時常要好 一定要乾淨 對啊 如果灰塵台多塵就不好 你打開了就好了 我不想開來 其實打開你的房間的那個味道就很懂 你這個 你們睡覺都不會呼吸到有問題嗎 我老公比較會過敏啊 我是還好 可是你都沒有感覺 你去外面收集的這些 他比較會過敏 我馬上就過敏了 因為你們家那個都沒有打倒啊 對 還是你美肌的這個 因為我個人都沒感覺就還好 不要看 不要看 秘密通道 所以這個是秘密通道 可能大家通去表妹的房間吧 因為他也是做一個同樣的方式 對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理髮的部分 好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三個呢 就是要屬雞還有狗還有豬喔 雞的話呢 逢到豬年 蛇年跟陽年喔 然後呢 會有這種問題 然後呢 薩幫的話是西方 然後呢 狗的話逢到猴屬馬 然後一樣是西方喔 那豬的話呢 就是雞牛羊 那就是明年耶 對 我老公屬豬 明年要注意 要更注意喔 對 而且老公屬豬馬 所以這個 除了畢道都敲龍邊的位置 喔 那他的西北方是哪裡 我們要提醒一下老公 剛好坐東南朝西北 所以真的嗎 兩台全部都殺氣 就震掉你老公 所以老公明年要特別的 好好好 趕快全部把烏龜擺上去 是不是很開心 沒有 沒有 我自己說可以出我 我出很久 真的 保險都來了 沒有 沒有啦 我要把烏龜擺在上面 真的 然後放一點那個八卦景 好會 好會 好會注意的 十二生下明年需要注意的啦 對 大家可能要小心一下邪光之災 可能先去開個刀 為什麼就廢話 對啊 捐錢也可以 做善事 對 然後接下來就這個賺錢 可以收拾 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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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摸要求 等一下 我們一會兒早會唱歌 好 蔡小潔出賣地底不手軟 連同媽媽夜照樣 弟弟的房間在這裡 弟弟當警察 他還睡在家 那同伯兄弟怎麼會看得起他 這個房間原本設定 應該只能一百張這種床 這樣就不會有任何問題 那我媽有時候會吵 要跟弟弟睡 你再想要去 你媽媽跟弟弟 你怎麼做